各位老师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班级经营线上课程 现在要为各位示范的是 ClassDojo平台上的计时功能 首先我们把画面切换到平台上 老师们以教师身份 登入到ClassDojo的平台之后 会看到之前自己所建立的班级 点选今天要上课的班级 首先我们会看到这个班级的学生名单 接下来看到整个页面的下方 有些功能键 在右下方这边有个Timer 也就是计时的功能 点选Timer之后 我们把它拉出来 左边这是计时的功能 右边呢 这边就是倒数计时 好 计时的功能怎么操作呢 计时的功能一开始都会归零 当我们按开启之后 它就会开始计时了 我们按了暂停之后 它就会停在一共是多少时间 按了重新设定之后 所有的时间都会归零 再来我们要介绍倒数计时的功能 左边这一栏 左边这一栏 它是分 右边这一栏 它是秒 如果你要设定倒数计时的功能 请先点选 好 我们今天假设我们是要设定 5分钟30秒 在5分钟的部分 你可以运用键盘上的上下键 来增加数字 或者是 你运用键盘上的数字键 直接打入5 它一样会呈现5的数字 好 接下来是30秒的部分 同样的 你可以用上下键来增加这些秒数 增加到30 你也可以直接用键盘上面的数字键打30 这样就是5分30秒倒数计时 那现在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所以我们现在用5秒来倒数 好 请按开启 时间到之后呢 会有铃声响起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介绍的计时功能 非常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